欢迎回来Angelo观点 其实刚刚也有听观众朋友们问到说 我们的医院能不能盖得像学校 有走廊有什么等等的 你怎么看呢 是不是未来有可能 我们现在学校的扫子花 当然有可能 只要政府要这样做 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政府有非常多的闲置空间 以及未来是个扫子花 有很多的学校 其实释放出非常多的空地 所以其实这是你要不要做 而不是你不能做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把这个老人安养的责任 几乎都交给了民间业者 都交给了民间业者 民间业者当然也是江本求利 他虽然养护中心 他是一个非盈利的 或医院是一个非盈利的 可是事实上我们看到 大部分的医疗事业单位 大概都是用盈利的方向来经营 所以你就很难期待 以盈利的方向来经营的话 他会把这些该做的 预防的东西都做到位 不太可能 是 所以这种闲置空间 像学校转为这种 我们说非盈利的 这种医疗照护机构 理论上应该没有问题 当然这边牵涉到 可能不同部会之间 比如说这个本来教室是教育部 或教育单位他管辖的 那他愿不愿意 跟这个民政部门 跟设政部门一起合作 来共同思考 拨出一些必要的空间出来 然后来作为当地社区老人 照顾的这个场所 这个地方其实是整个 中央政府 他如果愿意这样做 以他的高层 高层能够下来 然后写 绝对不会 这不是问题啊 顾理事长 刚刚也有人说 是编制的问题 跟我们本院医院的 像护理之家的编制 都是非常非常的少 可是我现在想请教一个 我我倒看到了 是说不只是编制的问题 如果真的发生灾难 医疗人员 尤其是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 他怎么样动员 更多人来救援 事实上我们不要讲 说一般的养护当然 其实医院 我自己亲身感受 譬如说住在医学中心 你会发觉到大夜班的时候 可能就是 就是两个护士 一层楼就两个护士 然后加几个护工 那么是明显的人力不足 不要说今天发生意外 火灾的时候 就像平常的这个 对这些care 照护的时候 我觉得人力都不足 譬如说这个病人 有什么问题 家属都要找这些护士 到底在哪里 他都忙得不可开交 其实护士小姐 也是疲于悲悲悲悯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力 是显然是不足 如果按照法规规定 譬如说一个照护服务员 一个护士 要照顾十五个床 是 现在是这样子 这个一个照护服务员 要照顾五个床 事实上假如发生意外的时候 怎么够呢 刚才我们讲说一个 一个病人可能要去抬他 要两两个人 四个人 六个人 你要护士要干嘛 所以刚才郑老师讲 如果照这个比例 那医院要多少人力 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因为不是说光是人员 编制 人员编制 要增加人力 请问那个成本怎么来 这个都是医院成本 我觉得这都是很现实的问题 怎么去解决 所以问到这个关键点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 那因为我们的编制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力 那我也不可能去动员 那么多的人力 所以社区的人 可以动员来救灾吗 可以 怎么做 可以 事实上是可以做的 当然是不是绝对 我刚才讲的这个零风险 是很难 可是绝对可以降低风险 我打个比方 火灾发生的时候 我们其实最最初的应变 就是灭火 通暴 疏散避难 当然我们刚才讲说 这些都不能疏散避难 所以救火是最重要 你火灭掉了 什么都没有了 通报也很重要 因为他会要外部支援 就是你讲 有没有外部支援 等一下我们再讲 所谓的同侪协助 其实同侪协助很重要 这个是把临近的 上下楼层的人怎么来 要来一起帮忙 那怎么去群发这些东西 我觉得都很重要 刚刚理事长谈到 夜间其实最脆弱 医院最脆弱 就是夜间和假日 都是个位数的 那甚至有两个 那我刚才讲了几个工作 又要通报 又要灭火 我到底要做什么 我到底要做什么 那就牵涉到 我们其实现在就开始思考 为什么要去人通报 现在资通讯这么发达 联动探测器 他就有一种所谓的 一一九自动通报系统 在日本都有用 他预录把声音预录好 你也不会紧张 在报案的时候 对 如果你没有没有按 他也会联动消防设备 去看 对 会自动送出去 这是一项 就是说 你可以省掉人员的通报 而且他会自动启动广播系统 那第二种 就是我们现在常常看着 这样 我们对面也有一个消防栓 是 假设这边要要失火 我们要两个人才能操作那个 但是大家都忽略掉 我们的消防法里面 有一个人单人操作的 医院其实应该要装单人 你为什么要装双人的 尤其是这种避难落者 这么我们可能不能移动的 这些病患的 其实那些场所 其实通通要装一个人 就是说这样的人力 就可以省下来 而且时间省下来 大家想想看 我们一般打电话给一一九 是打到总局的勤务中心 总局的确认好所有的东西 资料以后才会交办 交办那个消防分队 辖区的消防分队 一定是第一梯子最近的 然后那个白天六十秒 晚上九十秒出动 然后又要加上路程 如果他是直接连线 对 就会比较简单 是 可以抢时间 我们其实做这些动作 其实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说延长待遇时间 因为你没有办法 是 没错 其实我们看到医院的火 真的他一烧出来 其实会烧出很多的问题 我们现在人口老化 有很多人需要医院的照护 那可能走不动 逃不动 我们先来看一个影片 到底医院的大火 是不是真的很难救 暗夜火苗窜烧 台大医院两千零八年 手术室发生火警 一名手术被迫中断的病患 因此不治 医疗院所这几年 频传重大火警事件 一九九三年 林口长庚烧烫上加护病房 电线走火 一名靠呼吸器为生的女病患 不幸丧命 两千年 伊兰仁爱医院火警 造成八人死亡 十八人受伤 二千零八年 台大医院手术室火警 也夺走一命 而新医院北门分院 这一次大火 是医疗运所史上 最严重的火警意外 北门分院今天刚好要接受 三年一次的评件 包括消防设备 安检设施和逃生路线 都是评件重点 医改会痛批 卫生署的医疗评件 虽然把消防机查 列为重点项目 但医院根本都是纸上作业 形同虚设 你如果到现场随便抓一个人来问 万一万一万一发生状况的时候 你的位置在哪里 你的工作是什么 我以我多年做机构评鉴的经验 多半达不上来 院上温署去年就接获近白起的医疗院所火灾 通报案件 其中医院就占了八十三件 养护机构六件 以电器使用和电线走火为两大主因 而消防署表示 医院一旦起火 标准流程就是抢救 减伤分类后送 但是因为必须考量病患身体情况 增加抢救难度 目前医疗院所半年一次的消防演练 消防署表示 将会和卫生署共同检讨 是否再增加演练次数 就洒水设备等硬体消防设施 也都会跨部会进行全盘检讨 好 刚刚大家看到医院的这个大火 真的要救 真的是非常多的困难 我们先来看一下台湾的老人国 其实台湾老人已经越来越多 我们现在二零一二年在这儿 已经差不多一成一成一 那这样子总共有两百五十五万的老人 那其实将来有很多人可能人口少子化 你的照护问题 我们现在如果四十回 你二十年三十年之后 你可能你的儿女都没办法照顾你 你要去住这种养护医院 那养护医院或者是护理之家 其实我们现在就应该要关心这个安全问题 所以我也想请教 李市长你在看我们有一个设施叫做EOC 那这种紧急医疗的实作中心 其实卫生署有设了六处 那这个东西在大火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能够发挥功能 我觉得那个效率并不是很高的 因为EOC主要是对这个医疗的一个 大的伤患 救难 这些资源怎么样去分配 来协助 是 事实上对这个火災 我觉得是是有困难的事情 事实上我们刚刚一直探讨 当然人力不足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在 明明在人力不足的情况下 很难去解决的 我觉得其实在探讨这些问题 其实很多的面向 譬如说我刚才讲的 这个刚刚詹老师讲 就是说医院本身的管理很重要 内部的管理 这是一个不管是门禁也好 或者说这个逃生梯 里面不能堆放杂物等等 或者说 刚刚看到的都是电线走火 医院的逃生地方 要有些无障碍的空间 都要去排除 当然发生火災原因很多了 现在最大的就是第一个电线走火 招人重火 招人重火在今天的社会已经是一个非常 这个比例非常高的 那么还有乱丢烟地 这个是三大这个失火的原因 电线走火常常是有时候自己很难控制 你什么时候走火 或者是温度太高了 排风不凉了 都会有自然灯的现象 所以在人力不能够去彻底去解决 那个实际上 现实是有困难的 那么我觉得从另外一个面向 就是说我们的设备是不是可以 那么设备就是说同样的 在完全靠人力来处理疏散 我觉得要大量的人力 那这个是有刚刚讲有困难 可以设备 那设备可以弥补之不足 所以在设备上是不是有一些辅具 能够帮助我们比较逃生的 事实上我们看到很多的机构里面 这个很多的设备是不足的 当然有些的设备是因应消防法规的规定 他不得不去做 因为不做的可能违法 那么事实上在逃生的一些设备里面 那当然国外有的都很先进 我想那个都要跟整个建筑物的结构 而且要投入很大的一个成本 那事实上也是很难办 但是一般来讲 我觉得有些都可以参考的 那么譬如像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们叫逃生滑电 那么逃生滑电 事实上在紧急救难 或是逃生的疏散的时候 我觉得在任何可以帮助逃生 救命的东西 我觉得都可以去善用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们可以看看 第一他比在逃生的时候 我们演习 我们发现很多是用床单 很薄的床单 把病人包起來 然后在地上拖 可能在地上拖平行的这个 这个疏散 我觉得还好 如果要下楼梯的话 我想那个东西是对人的一个 是保护是不足的 比如颈部 脊椎骨 都会受伤 像这个就很安全 这个就是很安全 那么这个 譬如说他这个头颈部的一个户 他是气垫式的 包覆的 那么下面也是对脊椎骨 脊椎骨 下面是一个底部是一个耐磨的 所以他要使用的时候在打气 对 打气 那么在这个三十几秒就可以把它充气充满 充满以后我们把病人就直接平行的移位到这里 因为在这里的时候我刚刚讲 如果在紧急人力不足的时候 我们一个人就可以处理 因为这个前面有把守 他可以两个人抬也可以四个人也可以六个人 但是也就一个人 就互送下去 一个人就这样拖 拖的从楼梯往下拖下去 逃到安全的地方 这个对病人来讲完全不会受伤 完全不会受伤 这是保护作用非常好 而且效率 所以他也可以垂直输送的一个器具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有些病人 假如不需要平躺的 他可以做的 只是下肢行动不便的话 他可以做这个逃生滑椅 那么这个逃生滑椅来讲 就是说一个人 甚至一个护士小姐 非常轻松的下楼 他不必用力 就直接就推下去了 那么这个都是一个 在国外都是非常popular 比如说我曾经在阿姆斯坦机场也看过 百货公司都有这个 所以我们讲逃生的东西 过去有这种逃生滑袋 从窗口丢下去 像一个滑溜梯一样 其实那个也是缓不及 因为你丢下去以后 下面必须要有人接印 要打桩 把这个布置拉起来 然后这些老人病人 要一个一个往下丢下去 那么吓都吓死了 而且一个一个丢下去的时候 上面一个会压到下面一个 都是为了 后来事实上在过去 也就是我不晓得 是不是消防法规 有规定 那个医院要装这个东西 事实上很多医院反应 装到那里比较好看 都不用的 是 其实我们刚才讲 有了工具人力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平常的一个训练 当然在养护机构 医院以后每年好像规定 要一年两次演习 但这样的演习 是不是很彻底 我可不可以请教 你刚刚讲的这些辅具 是每个医院都有 没有 没有 好 那是不是有些医院是有的 那会不会使用 有没有 你刚刚讲的训练 对对对 少数医院当然是有 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要谈这些问题 我觉得第一个很重要 就是一个危机意识 要有这个 其实大家都是存着一种侥幸的心理 认为不可能发生 或是不可能发生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是一个教育的关系 就像日本一样 因为日本这个是地形的关系 常常会发生地震 其实他们从小学生 就开始在教育 当地震发生的时候 怎么样去应变 怎么逃生 甚至周边有什么可用的一些 这个逃生的器具 所以每个人的观念意识 都很强 事实上我们在这方面 是 是不够的 所以第二个在 我刚刚讲说 每个医院都有在每一年 定期要办的演习两次 这个事也是规定的 所以我想问一下 因为我们这次的医疗评鉴 其实北门医院 当天他们就是要接受医疗评鉴 其实我们预料 如果没有失火 他评鉴还是通过的 那我们在评鉴里面 对这些消防设施安全的设备 到底有没有要求很多 我知道你们现在开始 在盯卫生署吗 你们会怎么样盯他们 我们会怎么盯 因为其实这部分 可能也是要会同像我们 曾老师这样的专家 对 因为那个细节部分 我们当然是不知道 可是我们对这个事情 是非常重视 那现在刚好这一次 他们做的这个 这个所谓自我检查 好像只有消防部分 有没有这个消防系统 然后什么消防栓 当然不只是这样的东西 还有一些安全设备 安全设备 就完全没有了 对 所以我想问一下 在医疗评鉴里面 到底对消防安全设施 有几条可以要求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两百三十八个的条文 在医院评鉴里面十几张 十八张 两百三八条 里面其实真正跟防火 有关系是两条 而且那两条 不是必要项目 那有一个是概括性的 就说你必须要符合相关 就是消防和建筑的相关法规 就是一个概括性这样 那事实上我刚刚讲过 合法是哪一个时空的法 这个就很重要 因为风险永远在那里 所以我现在就问 你刚刚讲医疗评鉴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把关 就气质理论 那现在才两条 你认为应该怎么改 我想我们刚刚讲了 有文化 也有法规的面 就是硬体的软体的 文化属于软体的 我会建议就是说 在医疗 其实它也有它的设置标准 它的设置标准 因为你不能放在建筑 和一般的消防法规里面 为什么 它是对95%正常的 我不能说那个病人不正常 我可以说它是特殊 它是5%的特殊 特殊的其实应该有特殊的机关 主管机关 也就是卫生医疗单位 它来去订 订它的设备设置 它可以订 因为它知道他们的 我刚刚讲 四类的病人的分布 他们的ADL 他们的这些所有的状态 他们需要什么样的防复 而且甚至我一直觉得 它应该反过来去教育 我们的消防人员抢救 譬如说 我们抢救 常常一到了火场 要断电 可是在医院是不能断电的 对 所以 所以它应该反过来 来教育 消防人员才是 我是觉得这种才是对的 是 所以医疗有 医疗院所 真的有它特殊的需求 然后它的教育训练 还有它的设施设备 还有医病人的不同的等级 应该有不同的要求 所以现在的医疗评价才两条 要怎么改呢 我们先休息一会 待会回来 一定还要在严格要求说 医院 你除了人力够以外呢 他们的这个动员能力 还有反应能力 是不是可以